議員會發表很高興的疫學技術 原告發表了很高深的疫學技術 對我來講也是一個學習 所以等一下利用記者會的時候 會來學習一下手術的資系 非常高興 我的致詞就去到 1961 稿上 台灣目前有19家醫學中心 但是我們同仁提供的資料說 只有少數的醫學中心有能力執行此項手術 這個叫深腦刺激手術 DBS Deep Brain Limitation 深腦刺激手術 所以表示說國際上頻繁是否能成為一流醫學中心的重要客觀指標 就是能夠執行這樣的一個手術 就代表我們具備這樣的一個團隊 這樣的醫療服務的等級就是等於醫學中心 那我們本院有引進先進的無匡式立體病位導航手術 這無匡式老實說我也不太懂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這個我們的專家 我們的同事這個介紹 只是現在跟大家報告我們已經完成了三例 三例至少我所知道的都非常的平安 首先是病患的安全性 那三個病人都非常的平安 而且根據我所得到的資訊就是 病患對於這樣的一個治療 他的回饋也都相當的正面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高興的 所以今天特別來參加這樣的一件事 謝謝我們所有的神經內科外科 影像醫學部麻醉科 所有的同仁 這是一個團隊合作的成果 所以在這裡是給我們的團隊合作 一個最大的冷靜回復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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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有邀請 提出的 謝謝 我想跟我們因為我們放在這裡 要幫忙 要把病患不病 ARR können 他好 趕快 小腿 就跟不遺 olive 都接之後 我們那個醫療症症 大概就是有一些症狀 那一開始可能就是一心 就是可以靠要問治療 但是到中後期可能必須要 就是兩三個小時就需要不要一次 那可能這個專家才會開場 會比較清楚 那這次呢 參加這次的地整禍門 是我們由副院長代理我們的神經科 神經外科還有影像醫學科 還有麻醉科醫師來成立 申部腦刺激素的團隊 聽說到現在為止有三例成功 那我們也聽說 就有這一次的一個記者會 可以讓我們的鄉親來知道這個訊息 可以來接受治療 那照顧我們的鄉親 那在這邊呢 也謝謝我們台大學生院一直以來 就是讓我們鄉親的醫療品質提升 來努力 那在這邊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甚至如意 謝謝 接下來我們先邀請我們神經部 張凱協醫師 為我們介紹巴基斯行政的治療困難 各位嘉賓 我們先講比較短聽 再講這個總部相關的部分 那巴基斯行政它是一個腦部退化的一個疾病 那退化疾病其實對於神經科的處理來說是一件有點悲傷的事情 因為大家一講到退化 大家就覺得這個很困難 很難有一個很好的治療的方法 那巴基斯行政它是屬於這種運動功能退化的一個疾病 那對於老人類的影響是非常的嚴重 那它主要的有一些症狀 包括手會一直動 然後那全身會像一個木板一樣 然後動作都會變得非常的壞 那走路不太穩還容易跌 那這些都是它所見的症狀 那除了這些症狀之外 它還會有一些那個睡眠移床 那這些功能上大概是可以至少 限定這些問題都會有很重要的方法 那以往的治療防治 我們就是用藥物去做治療做控制 那病患通常用藥物控制 是可以好像兩套的控制大概十年左右 但是之後就會有一些不可預期的一些副作用會發生 那那附近的治療也是很重要的意外 那它還有我們採用上檢驗 很重要的症狀剩下的症狀剩下的症狀剩下的症狀 那對我把它看的是說 誒 放進症症的用藥大概過了我們所謂的 明月期五到十年之後 就會開始產生一些藥物的這些副作用的物件 那主要有哪些呢 第一個是異動症 異動症大家不曉得有沒有看過一些電 有一些就是舞蹈症的醫療患症 就是放了跟小朋友然後就是手腳一直 那些給我們動 都無法控制肚子即身一個活動 那再來這個是舞蹈症的屬於機械基因的一些病 但是我們發進症狀是真的患者 他吃藥吃到一定的時間之後 頭腦的一些環境會有一些改變 那到最後就會產生吃藥了之後 他在藥效很強的時候 雖然身體變得比較靈活 但是手腳也會一起產生 類似舞蹈症的一些景象 那你就會看到說 欸這個人 這個身體是像 蟲在那邊鼓動的一個感覺 那對病患之急 還有對家族們的照顧上 那都是很大的一個困擾 那另一部分就是所謂的激化現象 就是說 吃藥說實在就是越濕 但是效果越越亂 可能吃一次藥 可以撐八個小時 那大家就很快樂 那吃到最後 也許藥效果可能會是兩三個小時 甚至有時候吃了下去 那因為藥效果還沒整個環境 那對於病患來說 這也是一定會很好的事情 甚至我們有一些門診病人 甚至有一天都要吃到六四藥的程度 那大概就是三個角度要吃一次 那實在是非常辛苦的一個狀況 那所以說 我們為什麼會有這個 生糖刺激素的一個出現 好那 後續的部分等一下後醫生會來詳細說明 那生糖刺激素的重要的好處就是 剛剛講到的 它可以提供 腦內一個 持續不間斷的一個 藥效的類似藥效的一個刺激 那就可以幫病患減輕 因為疫情不要複藥是一個困擋 那同時剛剛講到的一些 複作用 移動症 患絕之類的東西 它比較 因為藥量可以減少 所以這些複作用 就可以真的影響 那 穩定的藥效它也不會有 讓病人突然 藥效沒了 就突然影響 是 我們開關 按下開關之後 就整個不動的那個狀況 的物件 所以這個都對病人的生活品質 那部分都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那甚至我們有一些 我們有 就是 患者做完那個 做完這個 手錄之後 欸 以前不能做的運動 年輕的時候可以做 折瀏方形狀 不能做的運動 現在就可以開始了 所以這個都對於患者非常好 我們上面是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那 呃 什麼樣的 CASE 是適合 大金 就是 聖老師做這個 有情緒嗎 我們其實 因為這個手術說實在也是 算起一個大手術 那 呃 就是 我們的那個 下一名的組織其實是 有非常非常謹慎 那我們會分機關 去來 看 它到底是不適合 第一個它大概 就是真的是要 八丁子的陣 嘛 因為我們其實有很多的 像是腦中風 所以 那一種病人都很適合 其實效果也還不錯 那通常就是有沒有用到比較中厚性之後呢 有這些副作用產生才會需要這方面的一個治療 所以 第二個 就是說 我們用藥用到美食品才能做作用的 或者說 整個藥效變得很差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逃避過這方面的一個治療 那第三關就是說 你當然還是會希望有 有關科醫師 努力的去 調味要調 看 搞不好要調一調 病患又可以 拆一段時間 那也許不用那麼高進到任何手術 但是 往往到中後期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會難的 那 第四個就是說 因為 陳老師醫師所本身 他 病患其實 接受手術之後 他還會有 對於刺激性 有一些控制的一些空間在 所以 本身 你大概是 可能有 比較嚴重的刺激症 或是說 有那個 比較無法控制的 憂鬱成這樣 很膚淺 所以再符合這四個規則 我們就適合做陳老師醫師 那 陳老師醫師說 他困難的點 為什麼一般是醫學中心才能做執行 那因為 他要整個非常多科的一個合作 那 神病科除了 去發現適合的病人組織之外 那在做剛剛的正確的診斷 提到我們上面 大概是一個 比較重要的角色 那如果說 有發現適合的case 我們就可以看 有另外一個 痕醫師 一起去討論說 這個case 適不適合 那他的風險怎麼樣 那 其他還包括說我們心理師的地方 他要 他為了去篩選 這個病人 有沒有一些不符合的一個地方 他就要做一些層次評估的一個特點 那 盒子影像科 他需要 幫我們 特別設定 做生理生老師技術 他有特殊的一個影像的一個 處理方式 那 也需要 來幫我們確定 發病生的一個診斷 是不是有什麼疑問 那所以整個團隊要合在一起 已經協力才有辦法去達成這個手術 所以這個手術的難度不是在於說一個人的技術 或是一個人的知識怎麼樣 而是說我們要整合所有的大家的一起努力 那才有辦法達成這樣的一個手術 所以 就是 謝謝我們 真心醫師中心的成立 幫我們大家湊在一起 那所以才有辦法 讓我們達成 就是 就是 達成這個目標 那我的報告 讓他來傳播 那我們接下來是請 鍾盛哲醫師為我們介紹 發生老師技術 店長 店長 財政長 然後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是要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本院 就是 以這個 電視生真老師技術來治療 發生生真症的一個介紹 好 那身材刺激素治療 發生生真症 他也曾如 張醫師所介紹的 就是發生生真症的病人 他會有什麼狀況 那到中後期的時候 他會有一些 治療上的一些困境 那 在藥物上 他治療到 上到一個瓶頸之後 他可能會有副作用 吃太多會有副作用 吃太少藥就又 會不夠 然後他就會僵硬 造成生活上非常大的 一些困擾 包含工作 甚至出門什麼 都有問題 甚至要帶在家裡去 要照顧 好 那他的簡單的 到底就是像這個图所示 我們就是在導訓裡面 把一個電擊 然後有導線 從皮下這樣穿 就是我們在導訓的一個刺激 那他刺激的點在哪裡呢 就是在這個腦部最深處的地方 通常我們是放在這個石球下核的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大家在腦幹的上圓的地方 所以是在整個頭殼正中央就是最深的地方 所以顧名刺激它來叫深腦刺激 就是在最深的地方做腦部的一個刺激 所以他要簡單來講 就是用電刺激的神經核 然後去刺激這個神經的悔悟 來改善這些發電甚至症病人的一個症狀 那他為什麼困難呢 剛才院長也有提到說 我們國內有19家醫學中心 但是只有部分的醫學中心有辦法做到這樣的一個手術 他需要泡到這個團隊 不管是經驗上或是技術上 還有就是團隊的神經 那他最困難的是 你要把電極放進去很簡單的事情就把它插進去 但是你放進去之後你要讓它效果好 這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因為目標的神經核它大概只有0.6公分 非常小 就像我們總部會長也是在講 就是你小拇指的指甲的一半那麼大而已 甚至在更小一點 另外的手指比較大一點 非常的小 那電極的話大概是1.2700m 放進去你要鄭重它 而且我們不是只是放在神經核 在這個神經核四丘下核的部分的話 它掌管運動的區塊是比較後外側的地方 你如果放在比較閒側的地方 它可能會產生一個副作用 所以你要把它放在這麼小的一個神經核的 一個正確的地方 而且它位於腦部的深處 你要想說從頭的那些地方放進去 它的目標的誤差 你就只能0.6公分以內 然後它非常的深 所以你一開始你只要天差一點 如果有偏差的話它會怎樣 效果差甚至沒有效果 而且你放到電到不該電的地方 會有很大的一些副作用 它可能會是肢體的自主的抖動 或是馬 臉部的操動 甚至還有一些憂鬱症 什麼一些有汗 什麼那些的一些副作用的產生 所以這就變得非常的困難 就變成說你這個手術變成失敗了 而且它的過程非常的繁雜 不包含說術前的一些準備 開到晚你把這套東西植入到裡面 接下來後續的追蹤 你要做它這個參數的一個設計等等 這些都非常的繁雜 而且在手術的過程中 光是手術 你把這些裝進去裡面 就多達200多個步驟 這每次就是神經外推師最喜歡講的 它過程非常的繁雜 然後需要各個團隊的一個合作 然後後續的刺激設定是需要專家來調整的 不是說放進去它up跟off就是開跟關 那麼簡單而已 因為不是那樣子 所以雖然只有部分醫學中心可以吃錢 但是你要把它做到好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只是說部分七少數的醫學中心 不可以達到非常好的一個治療效果 然後它也是在國際上神經醫學中心 一個重要的指標 你是一個神經醫學中心 你大概不能說你沒有做生腦刺激術 而且還要把它做得好 我們的生腦刺激手術團隊的話 其實一開始歷史的話 就是草民1999年 我們台大醫院就是有 維芳慧教授的處理大醫師跟草民醫師 那時候開始就是做亞洲第一例的 四秋夏的少數數來治療 發生生腦刺激病人 還有台灣第一例的一個發生生腦刺激手術 就是歷史 那在我們這邊 病例外院的話就是由黃瑞臉院院長 只是就是全力支持 然後由維芳慧副院長 來組成這個手術的一個團隊 包含神經內科、神經外科、神經放射科、瑪碎科醫師 一起來共同執行這樣的一個生腦刺激手術 整個包含宿捲術中、術後的一些流程 這是我們本院的生腦刺激手術流程 第一階段的話 我們就是會需要一個速檢 很詳細的一個速檢 比不正剛才張醫師剛剛有提到的 他會需要在門診篩選病人 然後出院之後 我們根據他的病史藥效的紀錄 來判斷說他是不是一個 治療上遇到體型 需要接受手術的一個病人 然後我們會做他的症狀量表 去評寧他的運動分數的 吃藥的進步的程度 腦部的一個持症噪雨 還有他的智能設限優異量表 可以檢查等等 最後我們總結這些檢查 結果我們整個團隊 會有一個手術的一個庭護會議 來拚拚說這樣的病人 是不是適合接受手術 如果是可以的話 我們就會介紹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的話 我們是安排手術 由陳吉外特之間來主要負責住院 那我們會住院前先把腸椒要停掉 然後我們會做一些 詳細的一些所檢的準備 那等一下會介紹 就是剛才院長提到 我們方式的手術 就是我們這個照片組織 我們用這個最先進的訪行系統 在電腦上五句話 我們就畫出說我們整個那個 手術的那個電極 它的路徑是要從哪個鐵進去 然後我們要擺在哪個地方 這是我們那個劉副院長 所指導的 那第一階段的話 我們就是會先把最關鍵的步驟 就是把電極植入 因為這個是這個階段裡面最重要 最關鍵的步驟 你要把現在有講到 你要把它放得準 放得對 放在一個好的位置 它才會有很好的效果 然後沒有副作用 再來第二階段 然後我們再把導線跟電子植入 再把這個電極連在一起 這段 這部分就相對比較簡單 好 束縫的話大概一個月左右 我們就是會正式開始開電的刺激 然後包含就是 病人的藥物可以減量 減少它的那個 一直長期 是連續服藥的一個不適這樣子 那後續的話 我們還是會持續的做一個效果的評論 然後做微調 這就是我們整個 手術的一個流程 所以它是非常翻雜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本院所提供的生肖生肌手術 很特別 讓它還可以列出這幾項 第一個就是我們用的是 浮光架的液體定外手術 浮光架它是什麼樣的意思 那概念上就是這樣 傳統上的話 我們在液體定外手術的話 會這樣在頭上 鎖上一個很厚重的一個頭架 這是傳統上一開始 成績外出開始發展的 那國內的話 大部分 絕大多數的醫學中心 有在進行這個手術的話 也差不多是使用靠下的手術 那在臺大醫院的話 我們就使用無礦架的手術 它就只要在頭上鎖上幾個定位頭 很小 就在這裡 如果你沒有仔細看 你可能沒有發現 這邊有很小的一個釘子 都鎖在這個地方 所以在病房就可以執行這樣子 做完之後 我們再去做一個定位的一個電腦斷層 這個好 這樣的無礦架式的一個液體定位手術 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它可以提供病患的測試度 它不用在頭上鎖上一個很厚重的框架 然後你在開到這個框架之後 固定在手術場上 它這個頭其實它就是躺在手術場上 它是可以活動的 所以它病患的舒適度會比較高 再來就是 有一個優力的話 就是框架 你長期使用它其實可能會有一些變形 一旦變形它就會影響它的準確性這樣子 所以無礦架的手術的話 它還是會有這樣的一個測試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在開到中是會讓病人清醒 然後我們進行一個微電級的電腎體定位 微電級電腎體定位是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就是先把這些路徑怎麼可以確定好之後 把微電體放進去之後 然後這個是病人 我們可以看到外科醫師在病人的頭頂 那陳前科醫師他就是在病人這一側這樣子 那他會幫病人評估一些神經的功能 然後你可以在螢幕上可以看到說 這個就是那些我們記錄到的神經細胞的一些放電 那根據我們這個路徑這樣一路走下去 看到的這個放電的情形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是不是真的有到達一個神經核 然後還有就是說 我們經過的神經核長短力多少 然後達到說擺在一個最佳的一個位置這樣子 所以它可以提高一個準確性這樣子 那在微電級之後 我們就可以幫真正的電級做一個測試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在數中就可以評估說病人他剛剛講的那些 有緩慢相應戰斗的一些症狀是不是馬上改善 然後而且他的病發症就是包含說一些副作用等等 是不是都有發生 那再來親情的話有一個好處 如果病人在開刀中他有一些出血的病發症的話 他可能會有神經功能或一些變化 我們可以提到發現 可以提到他的安全地 那另外的話就是我們跟其他醫院跟特別的 我們就是由黃醫院長和游戶院長支持我們引現之後 最新的這個3DC原病X1透視器 他的好處是說他可以做出類似像電腦斷層那樣 在開刀中就像電腦斷層那樣切面的一個影像 我們跟素潛的影像做融合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看到我們的電級置放的位置是在什麼地方 像這個的話就可以看到這個圖上 這是腦部的一個核實動作為一個圖 然後我們經過套色之後 這紫色的線就是我們素潛計畫的路徑 在這個裡面的圖上 然後這個點的話也是 那這個白白的話就是我們在開刀中掃描做 找出來的那個電級的位置 你知道嗎 好 電脊的位置是不是OK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也是對病人的效果 後續的效果好不好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我們手術中的話 狀況我們都放遠一點來看 大概在重點上 很另外一個就是在這個地方方便手術 下面的話這邊就可以看到 是有微電脊的一個 電森裡的監測的一個螢幕 然後神經類科醫師在從病人的旁邊 來做一些神經功能的測試 我們看到這種的話 我們也會用最先進的蘇中島系統 來把這個電脊引導到最適當的一個位置 這是這台機器 那這個是大醫師在幫病人做神經功能的一個測試 然後我們會把這個的細胞放電腐清醒 投影在牆壁上 然後大家一起來看 像這個就是已經到達了私球下隔的位置 就可以看到一些很明顯的一些 細胞的一個放電狀況 那最後我們就是在電脊放進去之後 我們會直接做一個電的事情 可以看到這個病人是清醒已經打開了 張醫師在幫他確認說 會除了他的僵硬 那些顫抖什麼都改善之外 是不是有一些副作用 包含說會眼睛會有附視 或是一些衝動 講不清楚控制性的狀況 我們去做確認 他的病人可以手舉起來比例這樣子 就是我們去測試他的效果跟副作用 訴訟完全確認之後 我們就把那個電脊固定起來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分享一下 總共有兩個病例要分享給各位 那第一個的話是一個 這個蠻典型的病人 一個五十九歲的男性 他疑犯罰精神是在07年 那他因為藥效的波動大 他吃一吃然後 他就是出門然後就斷電了 然後就要趕快就再吃藥 然後 那這樣的情形的話 就會說 那我們就把藥多吃一點就好 而這藥吃太多 他又會有一些不重要的產生 所以因此他就是一個比較適合的 一個發行證刺症的一個治療的一個病患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兩個影片 左邊這個影片的話是開刀前 他如果是他沒有藥效的時候 他的情形是這個樣子 那右邊這個影片的話 我們會示範的是 就是在四腦 在深腦刺機啟動之後 他沒有藥效的狀況下 那他的就是沒有吃藥 就是單純只有電刺機的狀況下 他可以改善到什麼樣的 可以看到病人在靜止的狀況下 右腳是一個 持續的站斗的狀況 然後手部也有一些微微的見斗 你請他叫做手指頭 打開一直的動作的時候 你看到動作非常的緩慢 他手舉起來 放下去很慢 左手更慢 那一下就要好幾秒 其他在手轉動的時候也是非常慢 而且沒辦法轉到底 他只能做一個比較小段的有轉動 腳還是要持續的一個站斗 沒有鬼是沒什麼叫起來 接下來我們是要叫他把腳抬起來 踩地了 結果發現他其實腳的黏在地上都很輕 踩不起來 左腳還可以稍微抬起來 大概只有一兩幅度的一個程度 現在請他站起來 那是非常的緩慢 然後不容易才站直這樣子 站起來是一個 鎖背的一個狀況 鋪態的話就是非常的緩慢 那再來的話 雙手也沒有什麼搖擺的一個情形 就是靠在旁邊 不像正常人就是兩手會這樣一邊走 會很正常的一個踩動 是不是 然後你可以看到在走的時候 骨髮變得很小 要轉身的時候也是要好幾步 這樣轉的時候轉過來 接下來稍微拉他一下 他就整個就倒下去 沒辦法維持一個升級的一個體能 就是看到前他沒有腰效的狀況 現在就是腰效過了他就是會一直這樣 所以他這樣的情形 大家應該可以想像是在生活當中 他會造成非常大的一份 那接下來我們把兩個影片一起放 然後大家可以比較一下看看 沒有電視機跟有電視機之後 他的狀況是怎麼樣 可以看到他的姿勢的部分 完全都沒有站著 站著已經消失了 這樣收拾口打開 這邊拍一下 這邊大家可以做的實相 這樣非常的正常 左手 這不是把影片加快速的 你看剛剛後面這個 這個速度跟正常 可是他真的很快 手的轉動也是OK的 再換左手 兩手都是一樣 這邊轉一下 這邊已經轉到很低音起來了 剛才最困難的是 腳都抬不起來 現在他已經可以很正常的抬起來 而且非常軟快 左腳也是一樣的形形 這腳只能抬起來大概一公分而已 你沒有注意看 沒有覺得他腳在動 站起來的時候一樣 他一下就可以站起來 直立 然後這個起來之後 還要慢慢才能把身體抬住 接下來走路的時候 可以看到他 現在就變得抬頭挺胸 雙手可以自然就抬動 然後一轉身一下 那馬上就轉回來 直接轉180度 不像能觸前說 他還要轉個兩三步 才能轉回來 這樣過去 然後一轉身就轉回來 那這個 這邊的話 他還要踩著好幾步 這樣可以慢慢轉 這轉個 一點點的安裝 那拉一下就倒了 那拉一下 他可以自己維持平衡 所以就可以看到他其實 大家可以看到 這樣幾乎 大概在生活上 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困難 沒關係 如果沒有很注意 是專家去看的話 可能覺得他還蠻正常的 他的僵硬程度 還有一些動物改善 如果我們以一個數據上來分析的話 那他在這個動作評分上的話 他有電視機 跟沒有電視機 他是可以進步 百分之八星 他比這個病人 他原本他吃藥的狀況 其實是還要來得好 那藥量的話 如果我們以這個 每日多巴胺等效期量來算的話 他是可以減少百分之六十二千 那國際上深島刺激的一個標準的話 就是說我們這個 你至少開刀這個動作評分 你要進步了百分之四十 藥量要減少百分之四十 那這個藥量就擠得了 但是我們可以達到說 進步百分之八十五百分 藥量可以減少百分之六十二百分 第二個案例的話 這個比較特別 他是一個三十四卷染性 但大家一般想到 他是比較年輕型的一個 百分之之症 他二十八歲就發病了 發病已經六年了 那他 比剛剛那個病人 他還要更嚴重 他在沒有藥效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嚴重的激障力不全 就是他的知識會像這樣子 整個頭 頸部往後扭曲這樣子 身體非常有強硬 他根本頭都連彈都彈不起來 沒辦法看前面 他同時有一個藥效普通大 包裝是他來醫院 我們跟他病情檢視講 一般他就要趕快要再食藥 因為他的藥效又退了 他有時候第一次要來門診的時候 甚至他出門的時候 他已經還沒辦法來 他說今天這個藥效馬上過了 他很不舒服 他沒辦法出門 就加速來這樣子 連出門他都已經是 效果大的一個狀況 那他有隨便一個腰部的副作用 那可以看到他做的時候 他在這樣子 頸部一個延後往後的一個扭曲 他根本就沒辦法抬起來 手腳就是 手的握拳啊 都什麼打拍 也是很慢 而且幅度的話是比較小的 好在黏住那樣子 嗯 這請他這樣做轉動 轉動的幅度也是很小 沒辦法做一個整圈的一個轉動 這請他去踩腳 就是動作上的控制也是很困難 嗯 要一個小幅度的一個採量 而且鋪敗鋪敗 沒辦法做一個很好的控制 這個搬動他的頸部 非常的僵硬 這不是他腹力往後移 這根本就搬不動 不用手去凹凹的動 然後這個是去弄他的手 可以發現他肌脹 他腹非常的僵硬 要很用力 這張醫師很用力去扳他才把他盤子 不是說在慢動作的 就是他連站都站不起來 需要人家參與 站起來 我只是在慢動作的 她扔到外面 那麼尷尬 需要抬拓 他會這樣說 就行 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路上不動是OK的 那我們就請他跑過去 跑過去才可以殺射處然後再回來 他之前是根本是完全辦不到 他連走路都要慢慢的走 在吃藥的狀況下都是很困難 這不用說可以保護 所以他那時候也可以保護 他就開始放下去 我們覺得說從來都沒有 這多年來就是發病開始 到現在已經很久沒辦法有這樣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活動的情形 那他的話動作平衡之類也是進步了72% 這個遠高永遠 國際上有一個最低的藥純標準 也是比他原本食藥的效果還來得好 他的藥樣等效劑量的話減少非常多 幾乎已經不太需要食藥 其實他就算不食藥 可以讓他覺得好像還差一點點 那我們的為什麼會有這麼好的效果呢 就是取決於說 大概就講一直在強調的就是說 你把電力發給你很簡單 大概也要把他放得準 放到對 放到好的一個位置是很快的 這是病人的一個術後的影像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黃色是我們計畫的路徑 那一開始我們計畫的路徑要是 非常的一個完美的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要把電極擺在準確的位置 白色的這個就是電極的一個 電腦斷層的一個攝影的一個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路徑最後的這個點跟這個白色的這個電極 都是完全一致的 我們把它放大來看 白色的這個電極 紅點就是我們計畫的路徑 我們就是把它放在非常一個準確的一個位置 所以剛剛才可以看到說 這樣一個很好的一個效果 那除了深島刺激素之外之後 我們在上個星期六 我們也有舉辦一個 中晚舉辦甚至整個一個治療研討會 我們就有本院的神經醫學專業來主辦 參在嘉義 那我們標籍了很多神經醫學的一些專家 包含彰化、雲林、嘉義林、海南 其實還有新竹地區的醫師 也有專程跑來參加 那有數非常多 我們不能說我們是討論 就是有些人在討論 就是中環型巴西先生 腰治療上的一些困境 我們要怎麼調藥 然後是一些連續性的一些 給藥的一些方式 那再來就是真的都不行了 那可能就要考慮說深島刺激 那我們也有提出說 我們這些電腦 深島刺激的一些成功的案例 我跟大家分享 然後還有包含說一些 輸入的一些拆除的設定 藥物的調整 這些的一些經驗的分享 然後跟大家做討論的調整 我希望也是希望可以提送 我們這些地區的一個 對於這個八階設施症 病患的一個照顧 讓我們更加的提升 那這一切都是要感謝整個團隊 這是我們整個手術團隊的合照這樣子 另外另外一個包含 其實在一開始診斷的時候 核子醫學科 心理師都是有很大的一個幫忙 然後在我們這個手術的過程中 就是整個方車科提供一個 非常高品質的一個影像 它有辦法 我們才可以做一個很好的一個 手術的固定規劃 那再來是 麻醉科醫是最重要的 因為他要讓病人在麻醉的過程中 他說要讓他非常的平穩 讓他該醒的時候就醒過來 該睡的時候要睡著 那我們可以很安心的去進行這個手術 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幕後的工程這樣子 那今天我的報告就是到這裡 我非常感動 真的是不得了 這真的是 那我剛剛請教過 劉慧部院長 這兩個當事人 他都有先同意書 所以發表在電子門櫻上 因為你看到影片才知道 這真的是 那第二位 這一位病人 聽說是藍部 就是某個醫學中心 介紹來我們這裡的 因為他知道 大概有打聽 大概同業也在講 做我們做 我相信這個 這個case的效果這麼好 那report的醫師應該是印象相當深刻 那我想這些都是促進電器的交流 所以當然還是感謝 因為我們要開始這個手術 我還是請總院的神經外科 曾勝宏教授 看能不能播控 來給我們稍微給年輕醫師鼓勵 不過曾教授非常的客氣 他說你們這裡的團隊 都是排大總院訓練的 他們就有能力做到 但是他還是花時間下來 那我們的總院的神經部 戴順輝副教授 也是都有發生下來 但他也是說 我們的張凱傑醫師 其實就可以配合神經外科 但是這代表總院分業是結合一起 那這些真的是非常的 我看了以後 我也是今天也第一次看到這個影片 老實說我個人是深受感動 真的是有效果 這個療效是相當的顯著 我們三個有兩個 其中一 二個 因為我們要 confidential相對管理現場 這其實第二個是 我們相當資深的前輩 所以我想另外的效果都相當好 好 謝謝 我們要找一下 我們要等待 現在我們要找到 這一個融合王 也要找到 這種情形 那些像 把握親政治證 那些年紀比較大 雖然我這種年紀,大概都會面臨了一個困境 我們臺灣看起來,大概65歲以上 大概是5%左右,是6%的症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剛剛看到的就是動作變慢 各位剛剛看到那個影像,就是動作變慢是一個大動作 動作變慢,然後還會伴隨手衛動 所以他要吃飯的時候,我們都很快吃完 他可能就吃了半天,很慢,對不對 然後呢,要不要去拿東西,我們就快快樂的去夾菜 他就是這樣 所以在生活上,食衣主席都會受到療傷 夠不用講,育樂 那這個巴西症症如果在治療的過程中 前八年,醫生會被當成神 因為藥物效果非常好啊 所以醫生就會被當成神 但是呢,從第八年到第四年之間 副作用就出現了 就像剛才凱傑醫師說的 這個動作突然間會有一些有來有去的 或者說,一下子效果很好就可以動 突然間有時候甚至突然間會吊,不快打 我們叫做放暴 就像電燈打開,有電就服飾你 突然間居然會美麗,就吊在那裡 如果你想,政府在過公立燈的馬路 吊在那裡,就像盤口了 所以這個都是政府上會遇到的困境 當然,巴西症症看起來有些人就是好像 我第一次看到巴西症症之後,那時候很年輕 做小醫師的時候就覺得 我沒欺負你錢耶,你怎麼這樣 好像我千里百萬一樣 那個很嚴肅啦 然後就是很兇 可是他跟我講是快樂的事 但是臉就是那麼兇 因為面具一點 就是動作變賣的可能性 所以這種心情之下呢 當然大家都希望能夠獲得幫忙 這個巴西症症的手術 其實是到九一年代中末期才開始的 因為在以前 對巴西症症的這一個運動 為什麼會變慢,老實說搞不清楚 1991年代到1994年以後 才漸漸搞清楚 這時候才有想辦法多做治療 所以今天我們做的這一個 是在做落在四秋夏合 那四秋夏合 最重要的就是要做 不要除血 所以在這過程中 我們會跟我們的神經外科同事 還有神經理科同事 還有方式科同事 一起討論哪一條路 最順暢 不要傷害到血管 而且準準確確地放進去 放進去的那個 如果說放的位置尾塵 你知道嗎 在四秋夏合的邊邊 就是關門手腳的地方 如果說一做得不好 會有單身不隨的危險 所以它屬於那一種準確最重要的一個手術 那非常謝謝我們同事們 這個同事們這麼努力 所以我今天很幸 能夠介紹我們的團隊 我從這邊介紹過來 第一個 就是我們是另外一個 多勝者 周醫師 在這個領域裡頭 他這麼長的時間 一直都在我們的園林分野服務 同時也一直都在我們的總院 所以總院有開巴基斯的手術的刀 周醫師都在那邊 很有可能 保留了 給他開的 老師就在那邊 很安心的開著他 所以能夠有這麼好的技術來這裡 當然就是讓他全部發揮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神經歷科的張凱傑張醫師 張凱傑張醫師 張凱傑張醫師 是我的學生 他在我們總院 在神經科表現的第一名 他願意下來這裡 說真的 我到現在都非常地難看 我們一起做了很多事情 有他來 神經內科的 這個巴基斯坦手術 還有DNA手術 都一直能夠極致進行 謝謝張醫師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神經外科的陳彥生 我們在雲林裡 不管白天晚上 都是為神經外科的同時 病人在服務的 我常常三中半夜都看到他在查房 三中半夜就可以叫起來 就去處理那種最危急的腦部的搜索 所以他是守護我們整個雲甲地區 最重要的神經外科的意思 謝謝他 阿在 是我們的神經的主任 阿在 阿在 今天各位看到 這個開刀 你有看到它是清醒的開 它不是麻到底 所以這個麻醉藥在開始的時候 開刀的時候進去會痛 但是到了腦部去 腦沒有痛神經 所以腦子沒痛 這個刀是清醒的開刀 所以如何能夠讓病人在開始的時候不會痛 然後要叫他醒來的時候能夠配合 這個卻沒有靠陳主任 在那裡調控設計 如果沒有它 這個刀是開不下來的 所以非常謝謝陳主任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 我們的 影像醫學部的醫師 李希若醫師 今年到雲林 他在我們的總院 現在是組織醫師 第三名 今年到雲林來部 靠著李醫師來 我們整個影像醫學部 在治療中風的時候 他是心自能夠去把血栓拿出來的重要的一個推手 不要講推手 執行者 所以在動風的時刻 他是最重要的 今天 在我們的整個巴西症狀手術裡頭 他要提供好的影像 也有建議好的路徑 不要我 看著獨留血管出會今天 謝謝他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 我們神經外科的 許浩誠 李希若醫師 我們已經介紹 他在小兒神經外科裡頭 有他很多道的地方 而且也都道了國外進行學 現在帶進來最新的技術 一直都是我們的重要小兒神經外科重要的推手 那這個推手 因為小兒神經外科 其實就是整個醫學中心重要的一個理層被 一個醫院如果能夠做小兒神經外科 表示這個醫院的程度一定是在高層次的 這個不必自己在宣傳 只要能夠做就是一個高層次的 所以在他的領導之下 整個小兒神經外科 在做任何的手術 是可以同步的 是同步的 也就是沒有能夠做的 許浩誠都能夠做的 這個是覺得醫學中心有代理的 謝謝大家 現在是神經外科秘書館 多盛德 多盛德是小兒神經神經人秘書館 剛剛還披薩 不好意思 今天是我們的陳醫師 謝謝陳醫師 上一次各位 我介紹陳醫師 在開刀的時候 治療三叉神經 能夠以最精準的方式治療 他能夠 登的都是靠院長 買進最新的儀器 能夠讓樹中有一個電位的 遺測 誘發電位的 monitor 能夠監測誘發電位 然後病人的手術 能夠真正達到治療的效果 靠著儀器 但是醫師更重要 謝謝陳醫師 這裡有我們新來的醫師 李宗和古醫師 古醫師 我是今天這個 先來的陳醫軍 他剛剛到院裡 他就是要在這裡 為我們的巴西斯人生 做更敬意 謝謝他 再來的話 就是我們的蕭玉仁 蕭玉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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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的目標 就是從我們急診 開始 一路帶著中風的病人 能夠在急診得到好的治療 然後如果萬一有需要 要打那種急性的 中風很嚴重 如果沒有趕快在三個小時之內處理的話 說不定就有半生不隨的危險性 但是如果三個小時之內 我們能夠達到所謂的TPA 這時候呢 能夠把那個血塊弄進掉 病人居然就不會 有那種那麼嚴重的 後遺症半生不隨 所以這個居蕭絕尾 也在院長的大力支持下 我們現在就開始要把血酸素取出來 這樣子的話 除了三個小時 萬一做不到的話 我們還可以extend 延長到六個小時 這個就靠著李醫師 還有我們的小醫師 來帶領這個團隊 我們大家一起處理 當然神經外科也是都在後面準備著 萬一這個有任何的狀況的話 神經外科就會一起出來 我們也要提供病人最好的處理感 當然站在我們立場 希望說雲林地區 這個狀況的病人 能夠得到好照顧 不要過不足 這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主發點 謝謝他 接下來是介紹我們的 神經念科的主任 李敬人也主任 雲林地區總院的 神經科的副教授 他的專長就是在基因醫學 也很謝謝李主任能夠到這邊來 所以在罕見疾病裡頭 其實是扮演中的角色 罕見疾病 其實說真的 神經科大概佔了七成左右 七成十二 那這裡頭 每天要我們處理 靠著李醫師來 我們才按部就辦的 把這件事情處理完畢 那當然 院長非常支持 有一點罕見疾病的東西 現在是楊峰部在當主任 楊主任就跟我們的醫師 一起來照顧我們的鄉親 謝謝他 最後我們要介紹的就是 是我們外科的引導者 就是我們方院的好人 是我們總院的副教授 也很高興他能夠來 他最好的就是在胸腔外科 胸腔外科各位都知道 這個是一個腫瘤 非常常見的位置 靠著黃醫師如果處理 上禮拜才處理一個 二十五公分左右大的 一個胸腔的一個手術 所以這個都是 暫停一下地區 算是最創新的一個處理 也能夠照顧我們的相機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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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這樣是 沒有問題可以 就是可以提出來 直接用大誠照好 我們先這樣 有沒有大理問題 還是大誠問題先提出來 有幫你問 要花錢嗎 健保費有提供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詞・作曲 エ・ネ・スキリス 文化責任 詞・作曲 上載 文化責任 joined the pastor's recovery 這次要做這個手術 大概都已經是兩邊手腳都有問題的事才會來 所以想而知到的腦部一定是要放兩支電脊 才能控制 因為既然左手有 右手都有 所以腦部一定是兩側的 以前在還沒有健保的時代 一側大概差不多130萬 兩側就大概260萬 後來神經學就一直去徵學 一直徵學徵學 直到現在那才還要再付30萬 所以這個30萬就等於是 目前健保很多 就是說健保幾支要這麼多 必能拿出30萬 非常謝謝院長 在整個發展的過程中 一直替醫院還有雲林地區的相親 已經在爭取 所以院長有爭取到經費 所以我們在雲林地區大概 我不知道為什麼說的寫來話 但是我們大概有差不多 爭取到大概300萬 希望讓我們的警眾不要負擔那麼多 讓我們得到一個好的治療 因為我們是希望這麼好的東西 可以讓我們的同伴 鄉親人有一個 不要負擔那麼多 讓我們得到好的自信會 不過基本上大概是 大概是在副30萬的概念 手術要多少時間 安純手術時間的話 第一階段就是放電池的部分 大概就是要5、6個小時 有時候快的話是至5個小時 大家如果病人清醒的比較慢 就可能要5、6個小時 第二階段的話放電池的部分就很快 那個不用1個小時就可以結束 所以主要最關鍵的 第一個階段就是把那個電池的治療 但是很多時間的一個花費 這不在於手術房內 我們在手術房外要花更多的時間 去做大概講一些計畫的附近 幫病人植物頭丁 做電腦伴走 那個通常都是要醫師確診配合的 簡單來講 在一般醫院應該是要 致費大概30多萬 對不對 這個數字是最大 30多萬 那5.105醫院有一筆 Domation 所以目前前面幾個案例 我們基本 但是我們是不用這個 就是不用自己 目前來招攬征用 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讓大家了解一下 我們目前第一筆捐款是有300萬 所以大概前面幾個病人 我們原則上 如果他經濟是相對的 比較當然付得起的 我們可能有一定的制度 如果他相對 八斤紳士政 一般聽說是經濟能力教育比較高的 電線政聽說是比較低的 好像有這樣的差別 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們這兩個案例可能就 像這一個我剛剛也看到 像是一個廚師 現在連舉刀 任何的食材都變得很厲害 那第二個片子 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這個真的是已經過程任性了 所以我們團隊治療到這麼好 真的是非常感動 然後我們的家屬也特別一些感謝 好 當然目前是怎樣 所以目前大概前面幾個病史 我們會有一定的一個規定 我們會有一定的一個推定 好 那因為這個家屬他們今天就是不方便前來 那所以他也有錄一段就是感謝市長 謝謝祖位所 我們把我們早上已經把我們家屬的家屬的家屬 我們把我們家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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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屬 我們把我們家屬的家屬的家屬的家屬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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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現在先來 好 所以說我們的團隊 校長,一起調一下 好 好,運輸會員成天醫學中心 讚 好,可以嗎 好,再一次啊 好,讚 這一張正常版 還是聚會部長 對不對,我們反正照一張 不然我們要等 等一下變成我們反正之一 沒有啦,我們先照一張 好,我們這個做紀念,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我們今天正常版照一張 看中間 好,台南醫院 運輸會員神經醫學中心,讚 好,我們看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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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右邊 好 好 好,謝謝 麻煩各位媒體 如果真的要用這張照片 我倒買了 不然馬上電話就來了 馬上電話就來了 就馬上完了 謝謝 謝謝 那,我怎麼看 我 沒看到 謝謝 我一定是來的喔 不是我電視來的喔 我是電視來的喔 今天大家明明我先問你這個記者會就是 全國有三個巴菌身試症的款式 經過這個基礎 統心的醫療基礎 根據生腦刺激手術 醫療的效果都非常好 這些款式可以說他的走路非常好 他們面對幾乎都沒有什麼標準 甚至有一個反駕幾乎幾乎沒有優惠的時候 都經作為完全沒辦法站起來沒辦法站起來 經過這個醫療技術 這個反駕不只可以走路 還可以走 還可以走 這實在是讓人命中非常的心情 所以今天大家明明分明 神經醫學中心的團隊 可以孤立這個生腦刺激素 來治療精英中的巴菌身試症的款式 這就是世界中醫學中心的規劃 而且讓我們的鄉親可以知道 如果有這個需求 可以跟我們的團隊來做錯誤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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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那個生腦這個治療 是不是前幾是要很多一些蠻複雜的手是要有 是不是因為你們有這個團隊才可以辦法做這樣的一個素的 基本上 巴西針針生腦刺激素的 這個合行需要一個團隊 這個團隊包含神經內科的評估 需要住院 而且需要神經外科的精準的應用處 在這個過程中需要神經方式科 還有我們的這個 麻醉科的大家一起研究 所以這個是一個團隊的合作 團隊合作結果才能夠提供 這個合作用科的資料 做完發津診手術以後 病人的使用藥分量其實是可以大量的緊急 一般而言可以減成到月耐用量 大概32%左右 然後要以多少樣的藥 就可以維持到月耐的這一個症狀 那接下來重要呢就是要 所以這個發津診手術 第一個就是要很準確地放在我們的四球箱的位置 然後避免這個觸診等等的不作用 第二個呢就是做完以後 在這個醫師的專業調整 它的最適合電器的電量 然後最好的效果 一般而言如果我們來打那個 這個所謂的運動分數的話 正常的應該是 那個分數是0分 那巴基斯基斯症的分數大概會有50分 表示說它的利害程度是50分 等於一個半分 那經過這樣子的這個 刺激數做完以後 它會降到20分 所以這裡頭大概差不多6次以上 就進步的一個半分 這個大概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模式 所以你開幾百 在我們這裡開三個月 在中央協助幾個月 不應該我目前沒有經驗 就是經過差不多70幾台 這個聖堂司機的趨勢 手術過程中最困難的地方在哪裡 手術中最困難的地方 它其實就是困難的連帶也說 你需要一個一整個團隊的一個合作這樣子 你要就是由院長和副院長召集 然後把各個人全部拉在一起 那再來的話就是 你在過程當中的話 你跟剛才的介紹中 可以看到它其實是非常的繁雜 那不是只是開刀中的過程 你要整個的時間 你在開刀前的那些準備的工作 其實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每個環節它其實都是徬環相扣 剛才講的 光手術中就兩百多個步驟 那拳頭全部加起來都要幾百個步驟 而且它的步驟是這樣 前面會影響後面 所以你前面只要一個步驟 你沒有做到完美 那就會影響到後面的步驟 所以你說它的困難 是整個一個連續性的 你必須要在每個步驟都做到完美 才能夠達到最好的一個效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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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 我也是覺得非常的印象深刻 因為以前在台北學習這個手術的時候 就覺得這個應該是只有在大城市才有機會去做這些東西 沒想到來黎雲之後 透過我們留步院長以及周醫師的協助 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再現這個非常精進的手術 那這個是讓我覺得非常的印象深刻的地方 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